2024年4月10号开始的上海国际乐剧长 斯坦克内波这是我们展出的这个弯键盘 引起了轰动 这个就是我们的弯键盘 是完全符合人体这个角度 不用那个摆手摆轴来弹钢琴 非常舒适 这个引起了整个场的打卡雷关 这个就是弯键盘 这个锁很随意的就很轻松的就可以弹奏 Mata Agnes 刚刚在拜罗伊特我们家的侯爵音乐厅演奏的台报 也引起了他姐的那些简迷们的打卡照相的 一个满广红点 这是引起风动的还有一台这个小手窄键盘 这叫小手键盘 你看这个上面这个呢就是正常的键盘 下面那一排呢就是小手键盘 相差大概有起码有十六七公分 那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弹琴的话呢 就可以很轻松的随便可以练习啊跨八度练习都没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的小手键盘 键盘 上海约记者同样引起了轰动也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报道 今天是史坦格列普这个最大的一个展场 把整个德国的全系列产品 五个的这个三角钢琴的型号从170到192到212 232这个275九尺三角眼镇钢琴也都带来了全场亮相 我们还今天特别做了一个蒙马象牙剑 这个特别制作 这台就是蒙马象牙剑 是用史坦格列普腰区里的所谓的大屁股 来做的一个蒙马象牙剑 是在西伯利亚的冰窟里面打捞出来的这么一种象牙 是可以全球使用跟贸易的 那这个就是蒙马象牙剑 这个是史坦格列普的乐器网 乐器网 除此也重当劲 这台是巴西的黑金坛 马卡扎 非常漂亮 这个是新的萝卜 这台行去年我们亲自到越南 有越南的一个支配很高的政要 然后亲自放到他家里去安放一台器 所以这台经济点也是由于上海客警察里面的打卡 网红店和关注店 这个是史坦格列普的212 这是我们的第七代接班人 这是他们家的城堡 史坦格列普城堡和钢琴厂全景 建于1754年 欢迎大家来我们家族城堡拆棺 在欧洲有这么大几万平方占地的城堡 那肯定过去就是贵族家庭 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有这种城堡 那史坦格列普的钢琴厂 就是在我们这个后面 这个以前是宫廷卫队住的这个房间里面 就是这个七字形的这个地方 总共是四层地面 一层这个地下 好像城楼 在这么一个钢琴厂 已经204年的历史了 史坦格列普 这个是史坦格列普的 就是钢琴的未来 就是万能演艺系统 这个就是史坦格列普的万能演艺系统 里面装了一些很多的高科技的CPU GPU快速运算 可以模拟一百多个乐器的声音 那个史坦率的话呢 不会超过百分之二 包括人声 男声 女声都可以合唱 那它的最大的作用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把整个交响乐团 以后请回来家里 给你排练的这个机会的话呢 可以省略掉 钢琴家可以在这上面的话呢 弹奏 总谱 所有的乐器 就是你弹钢琴 通过这些传感器 传感到音版 它是没有喇叭的 还有几个不同的地位的这个传感器 传到音版里面 这个整台钢琴就是一个大音箱 然后它会发出小提琴啊 鼓啊 管乐啊 所有的乐器的声音出来 然后你可以把它合成 通过这个合成 合成以后的话呢 把它你就是作为整个一百多样乐器的 钢琴协奏曲的背景音乐 然后你就自己来来练习 甚至演出都是可以这么用功放播出来的 那就是理论上是可以不用交响乐团 你都可以演奏这个钢琴协奏曲跟排练了 但是的话呢 视觉效果肯定是没有 有一百多高交响乐团的人 帮你再伴奏那种那么气势恢复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还是需要交响乐团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拿来做辅助性的 平时练习啊 这个排练啊 什么用 这个就是斯坦克内博的 最高科技 现在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斯坦克内博发明专利 这就是日本的客户 我来看我们的transduction system 是的 这里是来自然而然 现在你只能有的声音 你只能有的声音 然后如果想想想想是 这些超级弹的 现在你会有... 衝译 是的 是的 我们可以用来自然的 所以可能是做了 所以可以用来自然的 采计 所以可以用来自然的 440 例子 例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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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 这个是斯坦哥列波 埃及金资产 老花新 这边是我们的国产 斯坦哥列波金夏品 来凯莫林 这个是 爱之风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展场 包括我们广州 茉莉城钢琴厂 制作的全新的 90279 大三角钢琴 按照德国标准 目前在中国也就只有 我们国立山钢琴厂 能做到这种的三角钢琴 也做钢琴 其他的我觉得都 不是真实的 跟我们一样 从设计图纸 然后从一块木桶开始 全部自己完成的 这么一个三角钢琴 三角钢琴 久起的是不容易做的 这个不是每个都可以做得出来 但是我们今天就在这里 展出的话呢 引起了轰动 因为也不要 这种民族钢琴工业的话呢 走上一个新台阶 这个是阿姐 马塔阿德里 这是我们兄弟马成 这个是我们斯坦克列波的窄键盘 小手键盘 老师说自己的手盒 特别熟 适合这台钢琴 我叫他买一台回去 买回内蒙 我还是要给你 这是一个人家的 从设计方能 小手键盘 有可能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